Edison沒眼看風姿,繼續自拍 沒騙你,昨天去寧波幫珠寶品牌展彩的Edison 下午3點2,在微博上鋪了這張照片 他話畢是風姿分辨的關鍵人物 這麼巧就在亭豐經理人Manny 幫亭豐發聲明7分鐘後 又用手機玩自拍 雖然東亞娛樂昨天說過Edison不會回應任何事 大家都明白了 不少網友都猜,柏茲翌日有沒有機翻他Edison 淫照風波後,他們兩個上與機艙合照 柏茲先主動示好再調位加合照 嗨到陣,還搶Edison手機打給自己交換電話 嚇壞Edison 所以即使柏茲回復單身,復合機會都近乎零 只不過分辨傳聞擾讓了49天,終於有突破 他們的好友葉佩文前晚還說,之前有去探過柏茲 因為我兩邊都是朋友,所以陪著他 我現在是誇張得很重要,還有對他有點不公平 但你去看他的時候,你見到兩個小朋友嗎 見到,是呀,我也有跟小朋友玩 那他有沒有跟你聊過,我們是 7月1日做的問題嗎? 沒有啊,沒有 有份見證他們結婚的Eric Kong 原來都一直有跟亭峰聯絡 他們之間的東西我幫不到 他們個人的東西我就幫不到 對於風之隨時離婚 他還說,只要父母悉心take care 兩個小朋友會沒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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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